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今天为观众Q&A 来讲讲这款冷门IP改编手游 Eternal Evolution 天眼进化 台湾代理是迪诺游戏 实际母公司为中国的英雄护鱼 关于该公司的介绍可参考之前介绍过的 几乎双二 这边就不多说赘述了 这次着重讲一下游戏的开发商 游戏科学 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 主要的团队都来自于腾讯 目前该团队旗下最受瞩目的游戏 莫过于正在开发中的 黑神话 悟空 包含前阵子的PV时机 都引起了一波广大的话题 但没上架前 都是空话 得到时候再看看了 不过至少比某款 王者荣耀世界和CG实陆 显得有诚意多了 而该团队也是因为这款黑神话 受到关注以后 连带让玩家看到他们 曾经于2016年发表的游戏 战争艺术 赤草 本次的天眼进化 就是基于这款IP的延伸作 战争艺术是基于暴雪旗下 星际争霸的一款地图MOD 沙漠风暴所开发 作为简化RTS的RTT玩法 虽然难度较低也具有策略性 但仍是叫好不叫做 营收表现上并不如预期 而在2019年时 另一款由中国巨鸟多多工作室 基于DOTA2地图编辑器所开发的 DOTA自走旗玩法 横空出世引起了一波现象级热潮 使得DOTA2跟当年的魔兽争霸一样 也沦为了游戏启动器 而游戏科学也把握这个机会 在童年借鉴并导入了自走旗的玩法 并于10月顺势推出新的版本 战争艺术 无限进化 让这款已经趋于凉透的游戏 注入一点新的火力 但很显然的小厂始终很难敌过 大厂的升量跟超能力优势 而且自走旗这么快大饼掉下来 其他厂商也不是傻 像逆水寒 决战平安金 英雄联盟等 也纷纷引入此种玩法 甚至DOTA2的开发商Buff 也推出DOTA霸业来竞争 而不少喜欢战争艺术的玩家 还是喜欢原本的经典玩法 最终在今年的5月底 官方还是正式宣布关闭手游的营运 但所谓虎死流皮 人死流民 游戏倒了 IP却涌存 厂商总能找名义不断绘图转身 而当年B4的箭语远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 外加中国在放置卡牌的玩法跟市场也趋于成熟 开发成本相对较低 玩家也简单好上手 早已成为各家厂商争相学习且出海的跑榜样 天眼计划当时看到画面跟代理商 就100%觉得这是垃圾无误 但至少他没有一直用垃圾广告来行销 想说就牢固他 不过观众都留言了 我只好来顺势介绍一下 游戏为卡牌养成集合放置玩法 虽然号称有当年策略IP的加持 但看到其实画面就原形毕露了 长得跟我上一款介绍的一拳超人 是不是很相似呢 3D建模方面挺精致的 看来开发商在美术这几年确实有进步 没有随便用敷衍的建模来忽悠玩家 对于星际迷或者喜欢写词风格的玩家 应该是颇具吸引力 但回归战斗玩法就凸显场上的气图心了 看到这右上角的自动加倍速就不用我多说了 显然跟战略性背道而驰 仍是常规的放置卡牌玩法 AUTO挂机 站立压制 这种玩法越是简单方便 越是能容易吸引玩家课金 当然如果你觉得玩起来很有策略 就当做是有吧 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 画面唯一的优点就是美术协调性不错 比起之前介绍的几款游戏来说 确实好上不少 且优化方面做得不错 一段时间玩下来 手机并没有出现严重发烫的状况 然后课金方面 不是我又想嘴 各位自己往画面左边看看 首先公告打开 是礼包提醒 然后各种资源加速包 周末礼包 手处礼包 无处不是在告诉你 请给我课金 而只要各位这样小钱小钱的往厂商身上送 下一款一模一样的开发经费就有了 结论 无穷无尽皆换皮 天涯地角 寻韭菜 如果玩家不多抵制这类热色游戏 那以后厂商都不需要认真研发了 花心思搞创意风险高还不一定会成功 反正不论开发大便还是咖喱 看起来都一样 依旧一堆人捧着银子 用力买单 甚至大喊一声真香 既在FB广告各种元宇宙棘手游 很多都是在中国同行竞争中混不下去而出海 除了用力下毒成本给代理商跟做广告以外 就靠完全不变的内容就有割不完的韭菜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nder 我们下次见 拜拜